有人想問Nvase 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其實我們自己暫時都是繼續當它是stronghold的其中一隻 其實這隻股份有少少在試過去這年多的下降軌 簡單來說就是前天的高位附近就是你剛剛所示的這幅圖 拉下來下降軌的所以簡單來說其實如果你當你是追逐momentum的 你破到前的高位其實應該是追求momentum的 如果你當所有東西可能美匯又要再抽一抽 美制又要再抽一抽它要壓下去的話 我自己看其實可能你當作再多一隻羊竹那個位置 來開始是一個短線去測試的水平 好幾十秒 給كم 感谢观看